我心目中的傳奇 傳奇這兩個字已經包含了很多東西 當然我絕對不是一個傳奇 很難會成為一個傳奇 我在TVB做了十多年 其實我是負責品牌傳播科 大家在翡翠台看到宣傳片 都是我們部門負責做的 有一次我跟Felix說 我有一個的士司機滅曉的故事 想你聽聽 我一定是夜間 夜間可能遇到古靈精怪的事情 每一程車都遇到不同的人 但究竟那些是否人 你不會知道 究竟他們怎樣對付 所以有這樣的故事 他覺得不錯 挺好的 終於叫我寫了一個故事大綱 寫了一個故事大綱 他將這東西推銷給劇組 在劇組開了《學魔的》這個劇 一程車一個故事 每晚我們都會載著不同的客人 去不同的地方 的士上面 只有司機和客人 甚麼事都可能發生 彼此的距離雖然很近 但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坐在你後面的是一個怎樣的人 又或者 他是不是真的一個人 這個構思 其實是真人真事 其實很久之前 我太太和我說過一個故事 故事就是 有一次他朋友去燒夜吃 在石澳燒夜吃 晚上燒夜很晚 其中一個朋友說 不行了我好累 我先走了 就出去截的士 就經過石澳燒夜吃 上了一輛的士 很奇怪 那輛的士裡面 掛了很多神佛 整件事都很古怪 那輛的士 又好像有些香音 又不像是香港人 他一邊搭 你知道石澳燒夜露 晚上又大霧 很陰森 他已經在那裡 你知道他心裡有點害怕 他就聽見的士佛 在那裡 即是跟那些行家 在對港機那裡說話 OK 他聽見的士佛就說 一會兒才會找你們 我還在前面看看有沒有妖 有沒有妖葉 如果有妖葉 我會滅了妖 滅完妖我再來找你 這樣 哇 的士佛很厲害 的士佛 有神佛 難道他是一個法師 然後他下車後 終於知道他隨便 其實他說什麼 他覺得前面有沒有妖入 入完妖之後 再找他 這是一個故事 何摩的 原本我給故事大綱 劇組 他已經把它變成第二個故事 因為其實交了故事大綱之後 在劇組 方遠超和羅佩青 已經把它變成另一個故事 因為其實我過大綱 是做不到現在21集 1小時那麼長的故事 同一時間 Felix就說 不如我們試做一個實驗 OK 就是說我們在 on air我們說的鏡面 我們的翡翠台出一個劇 我們在網絡出另一個劇 是同一個故事的延伸 OK 兩個很不同的味道 試一下不如這樣吧 因為大家都知道 看翡翠台的觀眾 和可能大家一直在看網劇的觀眾 可能是不同年齡層 亦都是不同那類型的觀眾 OK 試一下做不同味道的事情 但是同一個故事 我另外發展了一個故事 叫做《學魔的番外編》 其實楊潮凱就做過的士路 王健東是做過科學家 他們是中學同學 王健東去了美國留學 回來就撞回楊潮凱 撞回楊潮凱 因為楊潮凱是駕駛的士 他駕駛夜間的士 從小到大都很黑仔 黑仔到什麼呢 就是他再親客人 經常撞鬼 對呀你經常撞鬼 我有個新發明 新發明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做能量偵測器 OK 一個說得對的 其實就是等價交換 所有東西都 不過是否… 即… 不過那樣東西 是否你去付出 是否你去付出 所有東西都不是零成本 所有東西都是給付出 所有東西都是 所有東西都是 我想說這一點 不過是很柔軟 很柔軟 我在那個番外篇的尾 我希望寫到一段 可以說到明白一點